中古車行 坊間中古車行這麼多 消費者該如何選擇 才不會買到事故車 乃至於泡水車 這次我們找到專家 告訴你幾個辨識 這些問題車的小撇步 首先就讓我們來看看 如何判定事故車 我們會把引擎蓋打開以後 我們會先檢查引擎蓋 那引擎蓋的部分 我們會先看到螺絲 是不是有動過 因為正常的車子 它本身螺絲是不用動的 那如果有動過的話 表示說這個應該是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再進一步的詳細檢查 來再看它的膠條 是不是延長的膠條 整個車子延長的膠條 比如說這個車螺絲沒有動過 表示這個引擎蓋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再來我們要檢查這個小地方 這是新車機器人所接縫出來的 焊接的 然後一路這樣一直看過來 包括它的大梁這邊 還有它的鍵尾這邊的延長膠條 整個包括大梁 還有葉子板的螺絲有沒有動過 這都是我們參考的地方 然後過來的話 我們會檢查門 再來我們要看門的膠條 是不是延長的膠條 這個可以用手觸感 可以用眼睛直視 再來看門的螺絲是有動過 如果有動過的話它會有痕跡 當然有更高竿的它在修的做好的時候 可以看不到這個螺絲的痕跡 可是整個看一定看得出來 包括這邊的螺絲 螺絲它本身鎖下去的時候 如果都沒有怎樣就不用拆嘛 如果拆過的話一定會有螺絲 會有痕跡 因為它本身有烤漆 如果套筒下去會轉的話 它會有受傷的痕跡 所以表示說這個有拆過 所以如果螺絲是新的 我們應該要注意 也是要注意 那你就會更進一步的去了解 那這樣就比較不會去買到 有撞過有泡水 然後一樣的情況之下 比如說這個地方你感覺怪怪的 可以把這個地方拆下來 你看到這個延長機器人所打出來的 Sport的焊接點 這是手工沒有辦法看出來的 沒有辦法做出來的 這個就是也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說這個是機器人所做出來的點 這個都是機器人做出來的 還有底部 底部的焊接跟延長的膠條 這個都是可以做參考的 那這台四副車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下面開始看 如果檢查底盤的話也是一目兩眼 大量的這個三角架的部分 三角架的部分 這個是不是有放過的痕跡 或是它已經換過新的 比如說這種東西 不可能很快就換掉 那如果三五年的車子 三五年的車子的話 它如果說新的 現在是新的 那解釋是有撞過差的這個點心 OK 這是參腳架 這是參腳架 那當然前面這個地方 我們在檢查這個地方 車頭的部分 底盤頂起來之後 這個也是都是機器人打出來的點 都是延長的點 就OK 看完了事故車的辨別方式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泡水車的鑑定方法 那再來就是說 再跟你解釋一下說 泡水的地方 其實有很多小地方 像這個裡面 泡水以後水會跑到裡面 這個地方 裡面的這個地方一定洗不乾淨 那久了以後它會有黃土 不過一定會有黃土 所以這個地方也可以去檢查 這種地方都可以檢查 再來就是電線的部分 電線要包覆的地方 它裡面 絕對沒有辦法洗得很乾淨 這個也是泡水要注意的地方 電線的部分 再來就是這個洞的地方 這個小地方的裡面 裡面 它這個蓋子裡面不可能把它拆開來洗 所以沒辦法洗得很乾淨 這裡面 久了以後 在開的時候 它會不定時的掉出黃色的土塊 小小的土塊 那就是泡水 泡水的話還要再看電線 還要再看椅子 椅子 還有方向盤下面 因為你泡過水的話 椅子它本身有一些地方是鐵的 它會生鏽 椅子它會變形 那裡面的海綿整個 可能換掉就看不出來 可是太新你也是會覺得 開四五年的車子還是很新 那也是有問題 這是要注意的地方 在了解如何辨別問題車的方法後 如何在市面上選擇新與好 且能提供保固的車行 也是一大課題 所謂四道保固就是引擎本體 變速箱 方向機跟啟動馬達 有這四樣 一年兩萬公里的保固 那當然我們回來一定會先檢查 引擎的部分 變速箱的部分 方向器的部分 跟啟動馬達的部分 這個如果說在交測給客人之前 我們都會先做檢查 那檢查OK以後 我們會貼上封條 那客人就享有一年 或兩萬公里的保固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我們就前程的聯盟會處理 按讚 按讚 感谢观看